这是一个臭味很大的无头案件 佛波勒在干水桶里发现了一个大鸡爪 帅气的法医秦明和林队长立马赶到现场 如果是人手的话好像细了点 如果是鸡爪的话又好像大了点 秦明却认为 如果是女人的手 经过油炸完全可以卵缩成这般大小 看来这是一起杀人砸实凶案 在小吃街发现尸块 围观的人群又特别多 上级要求48小时之内必须破案 否则将会引起人们的恐慌 秦明连忙通知明天来报道的新助手 今晚现在马上赶到现场帮忙 不料人到场一看 新助手居然是个女的 名叫大宝 秦明头也不抬的说 今天这活女的做不了 这有什么活是男的能做 女的却做不了的 秦明把小手一指 这大宝居然卷起袖子 塞住鼻子直接开楼 直接他们从几个干水桶里露出 许多油炸过的尸骨 回到法医解剖室 大宝将所有的碎骨块 按照人体结构怀然摆放 并且分析推断 凶手把这些尸块切得特别小 说明他炸尸的工具并不大 或者抛尸地点不允许他切割太大 比如说下水道 秦明让他围一下这是什么 原来所有的尸块都沾有粪便 这说明现场这个炸臭豆腐的老板 是在下水道里提取油脂漂浮物 也就是俗称地沟油 这真的是口水油 不是地沟油 口水油里门落出屎来 你当我傻呢 队长林涛再三怒声小老板 小老板终于交代 油是在小吃街后边下水道里抽上来的 林队长愤怒不已 带上秦明和大宝 立刻赶到街后边 三人拉开井盖 穿好装备 就直接爬进下水道 里面的臭味可真够浓的 可这么长的下水道 要从何找起 不料 大宝却天生有一个 比锦犬还灵敏的鼻子 他靠近一个洞口 仔细闻了一下 就立马断定 这尸臭味是从这边传出来的 可是一个行政大队长 一个法医群科长 哪里肯听 这个新来黄麻丫头的话 无奈 大宝只好自己打开这个洞口 没想到 一大块盆骨竟真的在这边 不仅如此 他还发现两根大小腿骨 一对比 大宝推断 这女的应该是个大长腿 返回解剖室 大宝又把每一块骨头 都摆在干饭的位置 从大小腿的长度分析得出 死者应该是一个身高1米75的女性 但是秦明觉得很是奇怪 这个死者的身材真有那么好吗 腿部竟然有这么长 果然 福伯勒调查案发小区所有人口 也没找出一个1米75的女性 倒是有一个25岁的家庭主妇 倩倩 邻居说 有两个星期没见到人了 倩倩的丈夫是大酒店的餐饮部经理 餐饮 油炸 邻队长顿时问了原方 这中间必有奇挑 可根据警员了解 倩倩的身高只有一米六 这又是为什么呢 他们决定先去这个倩倩家里调查一番 林队长用两根牙签撬开门锁 打开房门 一股恶臭扑面而来 顶着千万只苍蝇满天飞舞 法医秦明 大宝和林队长三人 直接进门展开调查 这里果然是案发第一现场 推开厨房门 大宝立马就要吐了 秦明也连忙冲进厨房 凶手果然就是在这儿 油炸那些尸骨 打开冰箱门 居然发现两个人的头骨 原来死者一共有一男一女 那个长长的腿骨应该就是男被害者 这还没完 他们进入卧室 打开衣柜 惊魂未定的大宝 和秦明再次返回解剖室 从带回两人的头骨伤口分析 凶手作案工具 可能是把圆形的大锤子 而这种八十的锤子 平时一般也就装修工人使用 装修工人 林队长发现 在死者倩倩的记账本上记录 几个星期之前 他找人修了下水管道 换了六十块 这就对了 因为装修工人是需要上门服务的 所以案发现场 没有破门的痕迹 可是装修工人这么多 又该从何找起呢 还好林队长聪明 从这无数张小寡逛中 一一排查 终于找到一个叫李大狗的嫌疑工人 林队长一行来到工地 破门而入 果然在枕头下 发现带血的内衣 而且发现 这个李大狗好像会配钥匙 李大狗从外面回来 刚一进屋 看到警队吓得撒腿就跑 可是跑不过三秒 就被林队牢牢按住 这个李大狗倒也坦白 他嚣张地交代了 全部作案过程 原来李大狗是个变态狂 在帮倩倩家修理下水管道的那天 他趁倩倩不注意 刻下了防门钥匙 他还摸清楚 每天下午五点 倩倩会和他的老公一起出去买菜 我没想着要杀人 我就是想要偷他一件内衣而已 那天下午五点刚过 李大狗拎着大锤就上门了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那天倩倩的老公恰巧生病在家 所以倩倩早早的一个人买菜回来 想做油炸丸子照料老公 不料房门却突然被 李大狗用配好的钥匙打开 发现家里有人 狗居跳墙的李大狗 竟然就干脆关上房门 用大锤砸死了倩倩夫妻脸 后来才有了那些 扔进臭水沟的骨头 被警方从干水桶里捞出 为什么要扎湿 看见那些血白的肉 放进油锅里炸成金黄色 多心感 至此 小吃街碎尸案48小时告破 变态凶手李大狗 也将受到法律应有的制裁 连续48小时的破案 连到嘴边的酸菜牛肉面 都还没吃完就憨憨大睡了 哎 大哥们 这种酸菜 你还真下得去嘴啊 可是 他们刚一睡醒 又有一起 无头命案发生了 好